我们只是一个大自然的白玉公 我们只是有做慈善 都是有开咖啡馆 哇 真的很有弹性 真烦 然后就是有个彩蛋 因为是星巴克的名字 其实也出自于白金纪这本小说 这是上个月 我们在上海的长乐路拜访的 白金咖啡的新工作室 聚富长这个区域 可以说是我在上海最喜欢的区域之一 周边的老上海的生活气息 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交融感非常有味道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梦想 哪一天把自己的工作室也开到这里来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白金咖啡的工作室的小区的门口 我刚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自己就非常的羡慕 说 哇 这工作室的位置选得太好了 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工作室的地理位置 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 周边有各种各样的 有咖啡馆 花店 书店 然后还有一些餐厅 小吃店 我就觉得周边的这种文艺气息 生活气息它有很明显的这种层次感 我非常喜欢这个位置 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的工作室也能搬到类似这样的位置 他们这个小区真的很有意思的 就是进来的时候你需要按照他们主理人发给你的一个示意图 然后往里边走 这个其实就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经常住Airbnb的时候 那些房东们会给你一个示意图怎么走 到了 你看 这个看来我来过一次还是记录的 白京的烘焙师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叶蕾 好帅 是不是很帅 这是白京咖啡主理人陆瑶 刚好那天遇到他的时候 就看到了他为2023年准备的新发型 哇 真的很有弹性 这个发型有没有懂行的Tony老师知道叫啥名字 改天心情不好我也去搞一个 另外这位是烘焙师小哥叶师傅 不过不是这个叶师傅 我们在工作室待了足足一个下午 感受到了这个隐藏在巨富肠区域的米其林级别的咖啡体验 同时在当天下午我们也密谋了一件大事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白京咖啡的工作室是一个预约制 可以通过小程序的填写问卷来预约 这里所有的咖啡都是免费体验的模式 但是由于每天人数有限 所以说能不能预约到 运气很重要 在这里烘焙师以及主理人都会非常耐心的 跟我们分享他们对咖啡的理解 我当天也从中学习到很多 我们这里是用聪明杯浸泡3分到3分半 然后直接放下来就好了 整个体验的流程从叶师傅准备的三套聪明杯开始 他选了三只豆子 依次烧水磨豆冲煮 最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至于为什么要用聪明杯来制作咖啡 是因为第一他出品的一致性更高 第二叶师傅想用它来还原出自己平时烘焙完之后 杯测时候的感觉 因为杯测和聪明杯都是属于浸泡式的萃取 我们这里冲咖啡的话用的是10克的豆子 这样一包的规格是150克 那你10克冲一杯你就可以冲15倍 你15克冲一杯冲10倍 是的 你确实 其实在日常在家里喝 包括我自己在家里冲的话 我也是用比较少的一个粉量去冲 夏天的话我们会用1比18比较多 现在天气稍微有点凉 我们会用1比17比较多 所以我发现你们的这种体验感 还有这种仪式感真的是太好了 它的豆漾就是 房间内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是说 今年的艾赛整体豆漾都不是很好 其实最终还是看味道 我喝下来觉得这一支 虽然豆漾没有去年那么棒 但是味道至少它还是依旧无故的 所以还是可以拿回来继续给大家试一试 这个机器就是我就觉得它长得很像大炮 第一次见我会觉得它有点像那种望远镜的那种感觉 一格子一格子的这样子对吧 我觉得它应该它的原理应该就是它就是一个刀盘 它就是上刀盘的下刀盘 对 知道吧 它就是一个上刀盘下刀盘嘛 上刀盘是转的 转嘛 对啊 哇 它这个好简单啊 它这个条目 如果这是你的乐趣去研究充足 我当然是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放肆地去玩 但是如果想轻松地喝一杯咖啡 那我很推荐聪明杯 因为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们还是非常尊重深度的 或者说我们认为 像今天这杯的味道 都是来自于它的神 来自于它的豆种的一些特质 对 来自于它庄园的风涡特色嘛 对 我们非常尊重这些 这杯你们可能80%以上 我觉得都是靠它自己去完成的 而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我跟你说 我轰的有多好 或者说我冲的有多好 在烘焙上面其实我们也是秉持着一种 可能是我自己偷懒 我也不太好意思在老板面前这么说 就是说不会做太多的干涉调整 不会说今天这只豆子它太酸了 我会故意烘焙去调整 让它变得不那么碎 或者说今天这只豆子它有一些不够跳跃的东西 通过烘块让它更跳跃一点 对不对 我其实都是用接近的方式 烘到差不多的色系 只要保证它能够是有一个完整的味道出来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喝到它的优点 但如果你发现了它的缺点 我也希望你能包容它 因为这可能就是它自己的缺点 不能长求云南一定要有活手干一样 不要长求巴不亚心尼南亚这样一个 我们说大洋洲的豆子像高海大一样的那种特性 柑橘调性啊什么的 不是他一下子升华了 升华了 搞得我差点流眼泪 我觉得这个观念讲得非常正 我觉得 我说不是在喝咖啡吗 结果一下子搞得这个想这个 挺烈的 这个 边喝边聊话 我们可以聊点轻松的 我觉得 我也可以有一点点严肃的东西在里面 这次来的白晶咖啡工作室 主要还是跟白晶咖啡一起做了几款联名的咖啡 因为我们自己的品牌 目前只有一款终身烘焙的拼配咖啡 有很多小伙伴一直在发消息问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种中浅的单品 刚好就趁着机会 就做了这次联名的计划 其中有两款比较小众的庄园的单品咖啡 一支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巴罗伊达庄园 日晒的库普达 和一支埃塞俄比亚的水洗利母 另外还有这么一款中浅烘焙的拼配三重奏 那这三只豆子我们会在20到25号之间有做满简的活动 大家可以去白晶的淘宝店去找客服要优惠 接着奏乐 这个是哪个 希望庄园的苏丹如梅 24 洛特224是它的一个拍卖自家独立竞拍的编号 然后我喜欢这一支声音 苏丹如梅 其实为数不多 我觉得是能跟龟夏媲美 能够非常欣欣体验出豆种特色的一个豆 它入口有很微妙的那种香料感 很多业内的爱好者会称它为一种芹菜味 回应的话包括像那种生姜 都是它豆种独有的一个味道 就是你喝到这个豆种它必然是这个味道 就是我有时候会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不是只拍最贵的豆子 不是一定要一味最久归下来 像这一类豆子它也值得我们去欣赏 希望庄园其实就是它这个名字也给我很多感受 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做一件事情真的很累 但是你永远在期待着下一只豆子或者下一个庄园 或者因为咖啡认识的下一个人会给你带给你更多惊喜 只要抱这种期待也会更有动力 要坚持下去 这个叶师傅的这个小作文写得太好了 真的是真的是没少对这个小姐姐 就比如说你们来这个小姐姐 肯定是你这个负责给小姐姐来 认口派 你们的这个英文的这个mobetic coffee 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当时我在脑补 我说这是一个名字吗 还是一个英文单词 他也不像写一个英文单词的 这是白冰的意思吗 这是白冰 应该就是白冰了 比导非常的细腻 比导还是细腻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在脑补的时候我就没脑补出来 其实这个我们有一份非常官方的介绍 但是你里面有一些词可能很怕我受不起人 所以给了我一个提词 你们认识 对啊 莫比迪克它是一个白话的抹香精 它是就是白冰进那本小说 小说里的一个形象 小说里的一个形象 小说里面它是将莫比迪克它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强悍 它只要充满个性的存在 我们会比较认可这样的精神 然后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 它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对大自然是要抱有敬畏之心的 因为在那一部小说里面 这一支白话的抹香精莫比迪克它是与一艘船 对做斗争 反正最后船覆灭了 不要试着去挑战自然 不要去敬畏自然 尊重自然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和我们面对咖啡的态度比较契合 因为我们也尊重深度尊重自然 而不是试图就是改变它 改变它 我们只是呈现给你 我们只是一个大自然的白玉公 真的是一下子 一下子 你看台语 然后就是有个彩蛋 因为是星巴克的名字 其实也出自于白金记这本小说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一个船长 雅哈船长 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 他是一个补金的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用那个抹香精上去那个油 然后可以去做那个油墩 就是用的那个油 然后还有就是金鱼的脑 融原香 它可以做成香水的一些 香水的原料 所以补金非常非常的盛行 它这个全世界它是开补金船的 那在有一次呢 又碰到就是莫比蒂克这条 就是白色的一条金鱼 很特别 它非常大 非常厉害的一条金鱼 它就把这个船撞翻了 把它的锤给咬断了 那这个大 这个船长他就一直管善在心 他一定要把这个 补到 对一定要把他 就是杀死 就是补到 然后他已经成为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 他们最后找到了这条金鱼 然后打仗了集脉回合 最后金鱼复伤 然后船长的船全灭 这是这样一个故事 哇 它也有点象征的 当时资本主理的整个发展起来 就是疯狂的这样掠夺 在帮助对此的一个破坏 然后就是有这样一个 其实影射文艺和这样一遇在 那这个小说 它还是能够延伸出来一些思考的 是吧 对 真的这些东西 如果要是今天我们不过来体验 不跟这个主理人们 他们的烘焙师聊一聊 真的 我们也不知道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今天学到了 学到了 学到了 哇 然后又摆好了这么多的咖啡 就是我也不想我自己摆好 以后你们也可以过来摆好 对 哇 今天的这个米其林级别的咖啡体验非常棒 是吧 还没下雨 对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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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来 拜拜 好 下次再来 免费的咖啡 星期四星期五吧 哈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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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